這條頻道重新出發已經有兩個月了 到view數亦都快速突破一萬 首先在這裏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說這麼快,2019年已經剩下三個半月了 今天就來講講這個頻道的未來路向 先來講講生活類型的片段 飲食片除了會介紹特色的餐廳之外 亦都會有比較不同的餐廳 但是同一類型的食品 看看哪一間餐廳食店的東西是比較抵食 另外在聖誕期間就會去拍攝 和介紹香港不同的餐廳的聖誕裝飾 這個頻道亦都開始會有旅遊系列 2019年會先介紹香港和周邊地區的 好吃和好華的地方 初步就會選定澳門以及深圳 另外就會介紹郵輪、張宇星號 有些什麼好玩的地方 到了2020年就會開始介紹日本 和台灣的好玩的地方 和先為人知的旅遊點 另外在交通影片方面 除了一般的行車片段之外 亦都會開始做一些比較類型的片段 以及講一些具真意性的話題 最後這個頻道的blog也都已經開始營運 那裏會更深度寫有關飲食和旅遊的文章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網站的連結已經寫在描述欄裏 好了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這條頻道 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